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坨色打个底 在眼窝线的前半段画上一条蓝色的线 晕氧一下变远就行 不用晕得太开 Cut crease 用遮瑕把蓝色的下园修干净 再在桌下上铺一层打底的坨色 还是用蓝色的眼影画一条眼线 眼尾没画好也没关系 待会可以修 眉毛依旧是拼兮兮眉毛两件套 这个也是眉皂挺好用的 上粉底的时候忘记按块门了 所以没有录下来 修容用的是石灸灵 底妆用到的两款粉底都是中底遮瑕 基本上我拿来录妆的粉底都是买错色好的 所以我的底妆十分实浅 请不要看脖子 忽略色差 鼻影也是一个色 用有遮瑕力的粉饼修饰鼻影形状 粉饼暂时不用扫 拿散粉定妆后一起扫 散粉还是Cody Osborne 这是我分装的 倒下眼影了 还是用鸵色晕染 用蓝色的眼线笔画下眼线 因为没有和上眼线一样的蓝色 拿把小刷子沾点蓝色的眼影 把下眼线晕染均匀 内眼角用盘子里最亮的亮片 贴好假睫毛以后来打腮红 腮红混了两个颜色 高帮有点泛蓝色 很有示范地beauty的一个非常好看的蜜桃色 装容就完成了 算是我的极简风装容 就用到三个眼影子 这个盘子我刚买到的时候就做个测评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地址就放在简介 里面的牙光色都是高饱好度的颜色 但是上一支视频才画了一个五颜六色的眼妆 所以那几个颜色我这次就不再用了 就在这个眼妆的基础上直接改造 看看会是什么效果 用酒红色把蓝色的范围都盖掉 蓝色还是透出来一点点 用盘子里三个比较深的亮片色 深紫深蓝和酒红涂在眼皮中间 就在这个范围里随意的混合 没有特定的顺序 建议还是用湿刷子 用黑色的眼线笔画下眼线 不要全部填满 到一半就可以了 找一支粉色的唇釉 用到了直接看的唇釉 蓝的蟹了 就直接盖在刚刚的蜜条色上 这个唇釉真的是从价位质感最好的了 上色饱满其实轻薄 主意的问题就是味道太难闻 很重的塑料味 用同一个腮红盘里的粉色 在刚刚的腮红上轻轻叠加一层 鼻头也涂上腮红 补一点高光 还是刚刚用的那个 把猴子眼影的范围再晕出去一些 完成 完成 谢谢收看 下期见